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圳甜水家易贯彻总店的传统与精神 坚持不时不时的原则 以新鲜的食材打造出正宗的日本料理 除了在客人面前极其烧制的炉端烧及铁板烧 亦有精致的寿司及刺身 全用上即日空运道店的使令食材 保证新鲜美味 用餐区域及独立房间 以日本著名地区为名 例如三间铁板商房 就分别以和歌山 涉谷以及池田为名 多有经验丰富的日籍港籍大厨主理 全力为客人带来丰富完美的用餐体验 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了 来自香港的阿中师傅 来演绎我们今天要吃的几单美食 那第一道菜上来呢就是沙拉 那沙拉里面呢有这个珍珠萝卜 青瓜 还有珍珠西红柿 以及这个日本豆腐 那上面呢还撒满了沙拉酱 那看起来非常的清新 非常健康 入口的味道呢都是非常的鲜甜 多汁呢证明这个食材呢是非常的新鲜 其实一道菜出来味道好不好呢 跟这个食材的味道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好像葡萄酒 都说好的葡萄酒其实是种出来的 那其实跟这个原材料呢有非常大的关系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那就是我们的鲍鱼 看这个卖相是很诱人哦 去我们的那个阿中师傅街上呢 它这个是来自大连的四头鲍 它上面呢是三色的日本的海藻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肉质在嘴里面是非常的弹牙 还有嫩滑 除此之外它这个食材也是非常的棒 它上面还撒上满满的一勺那个三文鱼籽 它有非常这种咸香的味道 所以正好惹的这个鲍鱼这个味道 也正是口齿流香 然后回味又长 非常的棒 那这一餐的另一个主角 鹅干也登场了 那刚刚我们看到阿中师傅呢 其实只放了一些黑胡椒 以及盐来进行调味煎制 其实简单的食材呢 就只需要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就能够带出它的美味 哇刚才我吃了一蛋 到嘴里面就是非常风鱼多汁的那种感觉 阿中师傅这种简单的调制之后呢 其实保留了鹅干这种原汁原味 然后它加上了无花果以及草莓 还有这个蓝莓 就完全可以很好的这样解腻 所以就好像葡萄酒啊 搭配非常油腻的食材 用这种果香非常浓郁的葡萄酒 来一扫这个油腻 而且它的卖相也非常的好 那还专门加了一个这种甜水家的logo 第三个主角也出现了 那就是我们的澳洲和牛 那阿中师傅说呢 这是M9的和牛 那我要的是五成熟 那看起来卖相非常的诱人哦 那这个和牛的味道呢 其实也是非常诱人 那刚才我们的阿中师傅呢 只是放了少量的这个黑胡椒和盐 来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监制 那就已经能够得到这么好吃的味道 我也觉得这个食材是非常的棒 吃到口里面也是入口即化 那汁水非常的风雨 搭配这个炸的大蒜片 既可以去腥又可以解腻 好我们刚刚吃完了这么 比较稍微牛腻一点的主菜呢 那我们来尝一个这个 比较口味清淡一点的炒杂菜 这里面有豆芽呀 然后胡萝卜丝啊 然后青椒丝以及白菜等等 哇这个菜吃到嘴里面非常的清甜 那你也就证明这个菜是非常的新鲜 加上这个阿中师傅这个手艺呢 还有火候掌控的很好 其实他吃到嘴里面非常的脆甜 我们的主食上来了 那他就是用鸡蛋 还有这个和牛腻一起炒制的这个炒饭 哇好香哦 闻起来 然后搭配了他们这个特制的味噌汤 还送了这样一叠这种泡菜 哇我感觉这个炒饭 是我吃过的比较好吃的 能够数一数二的这种炒饭 真的挺好吃的 然后它里面加的是鸡蛋和和牛腻 再加了一点葱花 这样惹味提鲜 我觉得很棒 然后这个味噌汤呢 味道非常的浓郁 里面有昆布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味噌汤很鲜 可以起到清洁口腔 然后润喉的这样一个作用 也是非常的棒 都说女人呢 永远有一个味是留给甜品的 那刚才吃了这么多的美食 那我其实还能吃得下一个甜品 那这个甜品呢 就是我们的芒果布丁 芒果布丁呢 入口即化 芒果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那给我们如此美妙的这样一餐呢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非常的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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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